曾丽萍教授您好 今天非常的开心 那企业可以有这机会来采访你 欢迎你到马来西亚建议 那曾丽萍教授也是 我要接屏幕媒体杂志的 顾问 大家好 那今天呢 我们就是想要谈谈一下说 曾丽萍教授 对于台湾 台湾高雄 就是有韩国语 韩国语 市长的看法如何呢 可以请你来自台湾的 台湾新竹的曾丽萍教授 分享一下你的心得 大家好 马来西亚的朋友大家好 没有想到我们的南丁杰斯卡 她也是 非常的博学作画 也很有 世界观 对于台湾高雄 发生的 新的市长 韩国语 他们所造成的 几个月的风潮 这么注意 那你觉得你想要多了解 是从哪个地方 你觉得引起你的好奇 因为现在啊 就是有一个潮流 韩流 那我相信 在马来西亚的很多人想要了解 那可能我们在包章上看到的 就是只有文字嘛 只有文字嘛 那是否要从你的口述 来了解一下说 为什么啊 这个韩国语会那么的这个 悲受尊重和悲受崇拜呢 好 在韩国语呢 他的这个 现象呢 我们可以用一个英文字来定义 叫做 Atypical 非典型 这个 Atypical 这个非典型 其实这几年来呢 相继都有在 发生 比如说川普 杜特蒂 金正恩 马克宏 法国总统 一直到 一段时间台北市长 柯文哲 那么 一直到最近的这个 我们叫做 韩国语 韩国语他很特殊是 大家都觉得 他好像是一个普通的人 他只是一个 在早期来讲 有投入政治 可是 后面失业了 然后听说 他有一段时间 被他太太 养八根业 甚至 穷到没有钱 还女儿 还帮他买车 很落魄 可是他照样 就是 胸有大志 这次出来选的时候 大家全部不看 但是他却 用他的真诚 去跟所有老百姓 一个一个讲 一个一个沟通 所以他有一句话讲 天地可破 热情不破 真诚不破 所以他讲了很多的名言 我相信应该 在我们直播的观众里面 应该有很多人都知道 这几个的发展 有很多人 像我们这种的 组织行为的 这样的一个 专业人士 我都会给他感动 而且预测他 会是一个 非常不得了的政治人物 你知道他的 有什么地方特殊吗 不知道 你可以分享一下吗 他是秃头 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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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点都不会觉得奇怪 他还发明一句话 大家都会背的 秃子跟着月亮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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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反光 太阳照着月亮发光 月亮照着兔子 兔子 兔子发光 现在在台湾有一个贴纸 有一个T恤卖的很好 上面只有印的几个字 秃子跟着月亮走 我们跟着秃子走 他用非常庶民的语言 这个也是以后会很流行 叫做Civilian Civilian Language 很简单 他讲的话 这是简单 容易 简单 容易 他还有一句话讲的 我们觉得很有道理 台湾这几年 不知道为什么 中国亚洲四小年 然后逐渐的 就停了很久 基本心之理 没有增加感觉 教育水准方面都进步了 建设也进步了 可是人里的生活很强 不懂为什么 就是一直都觉得 没有什么太幸福感的 以前的话 就是他们台湾俗称的人 我们台湾出生的就是22k 22k 大概就是2500马币 一直到现在还是到23k 二十几年 都是这样 可是一碗乳酪饭 从以前台币的一个十块钱 现在编一碗30块 所以 可是政府都讲的 经济进步了 经济进步了 国家不得了了 到了开发中的国家了 但是奇怪 老百姓 知识水准也不延行深了 那么很多地方都进步了 可是为什么生活口袋就没有进步了 每个人都很想要进步 那这个到底发生什么问题呢 那你知道高雄也是台湾第二大的一个有名的城市 台北的时候就是高雄 所以他竟然敢挑战 他讲说高雄又老又穷 对很多人很伤心 所以有时候有很多现象 就是没有人敢讲 没有人敢讲 可是当有人讲出来的时候 这个社会开始反省 所以政治人物呢 为市民服务的 这些人 应该是走入我们人民当中 走入庶民当中 跟我们站在一起 不是高高在上 不是用数字 用理论 每次都是山盟海誓 然后呢 后来又讲不好意思 然后呢 讲的东西都是不得了 什么4.0 公元4.0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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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域要降到最低 哇 好大好大 听起来好像很棒 然后结果呢 对有梦 听到没有梦 对不梦 对不梦 对白梦 听到没梦 听到没梦 还没时间 从黑毛听到白毛 也还没时间 难道从白毛听到白毛 你觉得我 是不是呢 有一点被他感动到 是 我觉得从你的分享 从正在说分享 我觉得说 真的 成为一个很有正义感的一个 这个政治人物 的确怕是不是有力的 除了要赢成待人之外 我觉得 那股勇气是非常重要的 那 刚才分享完后 你觉得说 这个 这个韩国语 这个 他对于整个 社会的 这个 现象 他有什么样的 这个白洞呢 这个 就谈到 一种叫做 量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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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意思 像微波里这样 你把一个 东西放到微波里面 microwave里面 它也没有什么火 从哪一点去燃烧 它直接就这样 靠着一个environment environment 一种量子化 把里面的东西把它燃烧起来 你看不到哪一点 是从哪一个去燒的 它是一个空气 一个混物 或者是一个 物理的这样一种的 方式 大家呢 讲的比较简单一点 就叫量子化 突破我们以前的是物理化 可是如果我要把这个东西 我要推动 一定从这边推 一定看到一个痕迹的 我要把事情告诉我 我要透过你的老师 然后跟学生讲 我要透过电视新闻 透过杂志 才能让民众知道 但现在呢 每一个人都有一只手机 两只手机 对吧 都有什么群组啊 这些等等 所以那个讯息 一开始 已经在我们生活当中 已经产生了 一个不是一定要从谁得到的 而且每一个人都已经有发言权 是只要你愿意 像今天杰西卡 这样直接防入的 那么直播 那么直播 就算没人看 对不对 说不定有一天 也有人会看 那有人看 看得好就传出去 看得不好 就在上面骂 在那边反对 反对 因为反对 有人看不下去 就来跟你讲话 这样的奇怪 那个谈论 立刻 anytime anywhere anycore 它开始在产生量子化的反应 所以在这个时代 热情不破 天意可破 热情不破 以前我们常常讲说 虎沟最高境界 微快不破 所以你要热情 要很真诚 所以这个也是我 这个时候应该有些东西 我们不要太假 这个世界上 有了APP经济的时候 庶民经济的时候 太假就不够真诚 真诚 总是会感动一些 这叫量子学的一个反应 群众反应 已经取代了 以往的我们叫物理学的 那么 我觉得就是 就是 这个 Jesica她今天可以 在马来西亚 也关注到 我们台湾的 高雄的 韩国瑜 我觉得 她的现象 对整个华人世界 应该是一个很大的 一个 大的 一个醒时 这样一个人 能够想说 政治 政治的 这样的一个氛围 开始来进步 让每一个人更能够有参与的权利 然后 我想最后就讲说 他会过于让我 最能够感动的是 有一些朋友本来 都听不懂的政治人物讲的话 他开始 会有办法让他们听得懂 而且愿意传出去 他讲的最有名的一句话叫什么 货 卖得出去 钱 进得来 高雄 发大产 这是正经名言啊 对 而且他说 歪嘴的鸡 没有挑米吃的权利 这个社会 所以 现在来说 高雄 要进步 台湾要进步 不能够有 匡匡 只要心里面 有道路 不要匡匡 不要 不要关起来 所以我希望说 你们有一天也可以到 我们台湾的高雄很有名的爱河 最近会开一个爱情产业恋 爱情产业恋 爱情产业恋 到那边来谈恋爱 不要听错 爱情 不是色情 是爱情 爱河 很漂亮 所以这个 很高兴 接受这个 JESSICA 这样的一个 直播访问 大家 有机会到高雄来 对 那我们在这边呢 就非常感谢我们的曾教授 为你们分享 这个何谓的电 这个 量子的经济 还有这个 这个 韩国语议长的 理学看法 非典型 非典型的 这个 群众反应 群众反应 对 那希望就是我们 下一次有机会的话 我们再继续 我们采访我们的 哲政教授 为我们带来更好的 topic 比如说一个 怎么样的一个 新的经济趋势 好 那我们再次的感谢我们的 正教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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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跟观众 买个早年吧 因为还有不到一个月 我们就要 破年了嘛 我们在这边呢 跟所有的 我们的观众群 祝大家 到来府 以来起大厨 术士顺利 好 谢谢